詞曲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他可以跨Windows Mac OS X 但是那個只是宣稱啦 你有跑步就知道 其實是有很多怪怪的地方 那另外就是說 他本身他只有提供GUI的功能 那至於其他功能 你需要另外找其他Library來做 那這是他的彈性 不過這也是他的限制啦 那Q的其實大家也不陌生 而且去年的議程幾乎全部都是這個 所以當年KD主要使用的Toolkit 那他這個就是以C++ 也有人說他不是C++ 但是他大致上是C++啦 那搭配他們這些自訂的語法這樣子 那歷史上他以前是用GPL跟QPL雙授權 也可以買就是不用釋出原始碼的版本 但是很貴這樣 所以其實之前一直因為這些 就是商業公司主導 加上他授權的問題 就是被大家詬病 所以才會GTK活這麼久這樣 那但是目前 這個問題其實後來已經解決了 因為他後來被收購之後 其實有一些新的授權方式 那另外就是他其實他跨的不但有Windows OS X 而且他甚至開始跨到Android跟iOS 所以這個高下立判 那另外就是他除了GI部分以外 他其實有提供一些其他的 像Network Database XML 其實這些功能幾乎全部都是他內建的 但他內建不是說他很龐大 他其實是模組化 你要用什麼模組 你就引庫囊就好 所以其實還好 那歷史上 歷史上大家都覺得 GTKPLUS的授權是比較開放的 因為他就是有LGPL 那Q的他就是商業授權很貴 那而且大家都會覺得說 C元的支援度是不是應該比較好 因為基本上有電腦的地方 就有C compiler 所以支援度都很好 而且他又是用C89的那種語法 那而且大家會覺得說 C元鞋是不是就是會比較輕巧 大家都會有這樣的錯覺 雖然大家都說不是這樣子 但是其實很多人對這個印象 已經就是根深蒂固了 而且C++語法很複雜 那在那個1995年 他們剛開始那個年代 其實很多地方的C++ 是有問題的 所以那時候用C 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但是這個在2013年 C++11已經出來的時候 已經不是這麼回事了 所以其實這些歷史上的優勢 慢慢的一個一個少掉了 那剛開始你會發現 GTKPLUS的支持者比較多 但如果你用Google Trend看一下的話 那個死亡交叉也開始出現了 這樣 那 事實上現在狀況是這樣 其實CUE的現在一樣開放 因為被 其實要謝謝Nokia 因為他被賣掉之後 Nokia就把他用 UlGPL授權出來 那雖然他現在又賣給別人 這樣子 事實上GTK其實沒有那麼輕巧 我等一下會跟大家說為什麼 大家會親眼見爭 就是為什麼他其實沒有比較輕 C元比較輕 這只是一個假議題 其實不是這樣子 那 另外大家會覺得說 其實 其實用C++有時候會比較簡單 因為 GTK他基本上就是用C元去模擬物件導向 那C本身沒有物件導向的功能 但是 你還是可以用物件導向的Style來寫程式 那條件是你把編譯器做的是你自己做 那就是會有物件導向的資源 所以他就是這樣做 等一下秀給大家看 那另外就是說 其實有很多優秀的商業人 也是用Cue的寫的 像是大家熟知的Virtual Box 其實就是其中一個 對 另外呢 就是說 為什麼在這個時間點要Switch呢 因為其實你從GTA2到GK3 你會覺得說他好像大致上API看起來很像 但如果你只是把那個 Mac File改一個版本號 你絕對變不過 那 如果你按照他教的 他有出一個那個Migrating的那個guide 但你照那個改完之後 你會發現還是不會動 而且 而且有一些 而且他們其實即使在同一版啊 3.5 3.6 有一些API 跟那個不景主題 一直改來改去 每次升級完 你就一定會有某些東西壞掉 這個已經把我惹腦了 另外就是 呃 一個比較嚴重的問題 是他有一些API沒有改 但是你編譯完之後都會過 可是他行為跟舊的不一樣 所以你就會造成一些 你不知道那個為什麼會壞掉 然後就是一直燒發 report 那另外就是說 其實他最近的趨勢就是 Gnone現在想要做一個 他們自己的platform 甚至發展自己的OS 那他其實已經 沒有那麼在意其他 不是Gnone的環境下的使用 那詳情的話 當然Google這個 Google這個關鍵字 有一個外國人寫的一篇blog 就是懶人包 大家可以Google一下 看完你就知道為什麼 那實際上到底怎麼 把一個GDK的程式 轉成Cute呢 我其實只是Cute的初學者 但是 因為我最近有做了一個 這個就是把有SD 這個Pole叫Cute 這個 所以要跟大家分享這個過程 其實沒有那麼難啊 就是 就是把它變成Cute 對 那其實這個東西有什麼問題呢 其實如果你原本就會C++語法的話 這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 其實這很簡單 那如果你原本就會 你原本就會GDK Plus 那更好不過 你只需要學C++ 其實這是最難的部分啊 那但是 但是幸運的是 他又不太像C++ 所以你只要揮一點就可以了 對 你只要揮他用到的部分 因為他用到的C++特性其實不多 所以你只要學 大概看前面那個書 前面一兩張 那就可以用了 那其實這兩個的概念非常像 即使他用的語法不一樣 當然你會發現他有很多功能 甚至是就直接一對一的功能 都可以互換 那這個我等一下會提供大家一個對照表 大家可以上網看 這應該是目前全世界僅存的一張表 因為我之前Google過沒有 所以我寫了一張 等一下給大家 好 那 當然 雖然這樣翻譯是 看起來都可以翻譯 但是翻譯其實還是很花時間 對 但是大家翻了之後就會發現 那邊花這個時間其實值得 對不對 那這兩個有什麼根本上不同嗎 做一個物件導向的Library 它一定就是裡面會有一個物件 那它就是什麼名稱開頭 它就叫什麼Object這樣 所以GTK的叫GObject 那Qt的叫QObject 那這兩個東西呢 其實它實作上有一些細節不太一樣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就是 其實方便性 GTK Plus的用起來很麻煩 因為C當然沒有內建Class這種功能 所以其實那些什麼Virtual Function 那個Virtual Function Table 是程式的醫師自己手動填進去的 那 所以你要自己手動做很多東西 這個非常的麻煩 它當然可以做 但是做起來很麻煩 那另外就是記憶體管理的部分的話 GTK Plus它是 它是 強制你使用Reference Counting 那所以 可是Reference Counting 並不是Smart Point 是你自己手動Counting 所以你只要 忘記加1 或是忘記-1 就是不是Crush 就是Memory Leak 其實不是那麼好用 對 那Q的部分的話 它是沒有這種概念 它就是 但是它為了使用上方便 它是有你的物件可以有父子關係的 就是 你這個物件 如果設為它的 它設為它的Child的話 那你的 你的Parent Destruction的時候 它的Child會一起幫你清掉 某種程度上提供一些自動的管理 但是又沒有管理過頭這樣 那如果你真的很想要 Smart Point 或是Reference Counting 它其實也有提供Smart Point 給你用 它在Library裡面其實也有 那或者你也可以用C++ 也是可以的 所以其實選項就相對比較多 那另外 像Type Safety的話 C語言的Type Safety 當然也沒有C++好 那GTK怎麼做呢 它也是有支援RTTI 當然也是你自己做 就是用一些Macro 然後用一些字串 然後在比對檢查 它有自己一套的檢查方法 那就是手動 所以你的程式就會充滿Type Casting 這樣子 那再來就是一些物件的一些Property 當然 一些比較先進的語言 有時候會提供這種功能 但是在CNC下目前沒有 那但是在一個C元的 它其實它的物件 就是一個Structure而已 它只是一個記憶體 沒有Block 那你要跟它註冊一些Property的話 當然你要自己寫一個 Class Initialization的一個Function 這個Function裡面要做的是 就是你手動填入Class Information 然後這Class叫什麼名字 然後它有哪些Property 你要一個一個手動註冊 那它裡面有哪些Signal 你也是要一個手動註冊 這樣才完成一個 那一個程式通常要 以很多物件組在一起 所以你就會搞很久 那Cuter就不用做這些事 因為它就是用那個 它有一個Meta Object Compiler 會幫你產生這些Code 那這些就是它一直被人家 詬病的那個 就是不是標準C++ 語法的地方 可是其實它經過那個 程式預處理之後 它生出來都是合法的C++ 只是你看起來會覺得 不太像C++ 那另外就是Cuter的特色 就是一個就是大家知道Signal Slot 講Signal Slot 可能大家不見得熟悉 但是如果講Observable Pattern 或是講Event Listener 大家做Web就會覺得很容易理解 其實這就是同一個東西 取不一樣的名字而已 那當然GTK也是有抄襲的這個功能 那GupJet的部分的話 就是可以看到兩個使用Meta幾乎就是一樣的 主要差別就是 因為GTK Plus它應該是C元寫的 所以它的那些Event Listener 它的Signal Candle 基本上就是一般的函數 那就是一般函數 那它就不會有什麼物件Method這種東西 那Qtun的話它主要都是用物件的Method 這等一下會再給大家看 那另一個就是說 另一個就是說 這個連接的話呢 GTK Plus你基本上你是自己手動管理 你自己Connect 你自己Disconnect 你物件如果還沒有Disconnect 你就把它物件殺掉的話 那它還是照樣連在上面 它不會把你斷掉 所以就是這時候發生一些 你找不到的就是找不到Crash 那Qtun的話是它不管是 發出這個Signal的物件 還是接收這個Signal的物件 只要其中一個被Distruction 它那個連結它就自己斷掉 所以你就不會有這種問題 就不會有因為你忘記把它斷開 就造成一些難以偵測的一些Crash 那再來就是說 因為Type Safety 因為你發出一個信號 這個精神就是 我今天這個物件產生了一個事件 比如說使用者點了一下某個東西 使用者按一下按鈕發這個事件 那接收這個事件的人 他只要知道有這個事件發生就可以了 他不需要知道這個到底是誰產生的 或者是他不需要把這些Code 寫在那個物件裡面 他只要就是這些可以Lose Coupling 所以主要精神是這樣 但是這個某種程度 你還是需要有一些Type Safety 因為他某個事件他連帶產生的一些資訊 比如說現在滑鼠的位置在哪裡 或者是說 你現在使用者選的是第幾個項目 當然他這些參數 如果你兩個不相容的話 那傳錯參數當然就是會Crush 那你的Stack就會壞掉 那在GTK裡面的話都是C元 他全部都Cast成Void的Pointer 就不會有這種檢查 那C++的話 因為他這個部分是用Tutor自己的機制做的 所以其實也沒有 但是他是在Run Time會檢查 不過他檢查的方式有點土 就是比對兩個的字串 就是他的Signature 那這個效率比較不好 但是在Q5他有改進了新的方式 這樣子 那另外這就是兩者Signal Handler 長的樣子 也就是Evan Listener的樣子 那你看到就是Qubject的部分 Gubject的部分 就是GTK的部分 他就是一般的函數 因為C元其實就只有一般的函數 那通常都是寫成Static Function 放在一般C的 Implementation的檔案裡面 那這個函數有個特色 就是他的第一個參數一定是 發出這個Signal的那個Sender 就是發射出這個訊號的物件 那你不一定要Receiver Receiver就是那個Function本身 那你接到這個Signal 你要做什麼處理的時候 如果你需要其他Data 你就塞在UserData 這個Void Pointer裡面 再傳進來這樣 這個就是GTK的做法 像底下這樣 那看起來 就比較長啦 但是其實還是看得懂 那Q的做法的話呢 他基本上他的 他的那些 那些Signal Handler 基本上他 也就是所謂Slot 他其實就是 都是Qubject的 你的物件 你的Receiver 必須是繼承字的Qubject 那那些都是他Class Method 所以 所以基本上 他Receiver 你所需要其他Data 就是從 你就可以存取 他就是你自己的物件本身 那他裡面沒有Sender這個參數 他不會告訴你 這個Signal是誰發 如果你真的需要的話 你就呼叫Sender 這個Method 他就會告訴你這樣 這個東西是哪裡來的 不過大部分的時候 其實你不需要知道 這個是誰發 你只要有這個事件 然後你做出相對應的處理 其實就可以了 所以長起來大概是這個樣子 你會發現兩個長得非常像 那這邊就是給大家看一下 如果你用GTK Plus 你用C元定義一個Class長什麼樣子 其實大家不用太仔細看上面字寫什麼 我只是要跟你說字很多這樣 這個大家以後可以download自己看 最上面那些Methods 用來做手動行別檢查 就是Typecasting 然後RTTI檢查 這個行別對不對 那中間這個是Virtual Function Table 裡面那些Function你要自己填 他到底哪些Virtual Function 你自己填 那底下那些就是Data 那些記憶體那種 當然不會有什麼Public Private這種東西 那最下面就是一些 其他constructor 還有其他的一些Methods 那剛剛那個只是Header的部分 那這才是Implementation的地方 那接下來這些就是 你怎麼填寫那些Function Table 還有你註冊一個新的 你要在這個物件增加一個新的Signal 就是要寫這個東西 那這東西 你Signal那些參數要怎麼解讀呢 需要一個Marshall的函數 那這個函數的話 你要在Mag File裡面寫一些 如果來產生它 然後再把它連合進去 所以這樣才註冊一個Signal 然後這才是一個物件 的一個class而已 那你都還沒開始寫其他東西 就要做這麼多 那如果你用C++ 你跟用Q的會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全部就只有這樣而已 反正你也不用管他寫什麼 你知道就是上面加上一個CueObjectMetal 它就會幫你產生剩下東西 那經過它的那個MetaObjectCompiler 處理就會生出剩下Code 所以所有東西就Walk了 那要注意的事項就是 這其實最棒的地方是 它雖然是Cue 但是它跟Gnome的Library 其實是可以完美的混在一起用 因為Cue它它其實有加上一些 Glib的Integration 所以它們兩個可以跑同一個Main Loop 所以它們的Event都是可以互通的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把所有GnomeLibrary 都用在Qt裡面 那我們就是這樣子用 像那些GR要或什麼的 你只要小心幾個事情 第一個就是說Qt裡面 它有自己訂一些Keyword 就像一些ForEach Signal Slot 但是很不幸的是這些Keyword 剛好是Glib裡面 某些那個Header裡面的變數名稱 所以你要把它Keyword disable掉 不然你編譯絕對不會過 那你把這個 disable 掉之後 改用一些MacBook給它替代之後 就基本上完全都可以用 那另外就是C code跟C加混合 就是要小心那個Externity 那個NameManguing的問題 這個就是 那這個東西的話是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個表格就放在這裡 就是我們的LSD的Wiki上面有一個非常詳盡的 完整版的蓋的就是你怎麼把GtK Cloud 程式改成Cute 那上面有一個完整的對照表 就是什麼功能你要對什麼功能這樣 所以請大家就自己嘗試一下 那接下來時間還有大概剩下10出頭分鐘 我想現場demo一下 怎麼把一個小的GtK程式把它轉成Cute 當然你知道時間已經不夠 所以身為一個專業講者 一定是要先準備好一部分的東西 基本上我們可以做到多少算多少 如果來不及做完我已經有做好了 先看一下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個網頁 基本上就是有介紹所有的差異 還有所有的對照表什麼對什麼 所以就是想要叛逃的人就可以參考 那接下來就是 少講念話 這支可以用嗎 這聽得到嗎 這聽得到嗎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就是一定要有的live demo 那live demo一定要有的就是出誰嗎 但是 那首先呢 我們先看一下原來的demo程式講怎樣 這個是 這是我今天早上寫的一個GtK的小demo程式 這個沒有什麼用 這個沒有什麼用 點下去之後就是會數秒數這樣而已 那沒有什麼用 Stop就Stop 如果你按About就會修這我寫這樣 那大家在用GtK的時候它有一個GY Builder 就是Grade 那這個UI拉起來就長這樣 那如果你用Cute的話呢 其實有類似的功能就是UI Designer 好 預設它會建立一個像這樣的東西 那我們不需要這麼多按鈕 所以就把它 就把它弄掉 然後 我想要的是Cose 這邊你就會發現其實 QtK有些不太一樣的地方 就是GtK它使用的都是一些Box 就是它的一個ParentWedger本身是一個Container 然後你東西丟在裡面 那QtK的話它的Layout管理是用另外一個 另外Layout object在管理 並不是由視窗本身自己管理 所以 放下去 我們需要上面有個Label 我們需要這邊還有一個Label 然後我還需要兩個按鈕對不對 按鈕 好那 那怎麼把它排起來呢 就是你把它框起來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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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局 然後使用水平布局 這樣它就框在一起 那剩下的部分 也將就完成 我們 那 很快 好 那這個字怎麼辦呢 就Cocky過來就好 來不及了 好 時間快到了之後跟我講一下 它一樣可以支援HTML的語法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就是 覺得非常的快速 好 大家發現為什麼多一個底線呢 因為這個快捷鍵在GTK裡面是底線 就是 在 我忘了用這個 反正方向鍵不會動 好 那在 在Cute裡面呢 是用這個 跟Windows的一樣 好 那 時間關係呢 我們就改這個就好了 那再來就是幫它取個好名字 這個 這個叫 Star Wars 這個是 這個不知道 我還有幾分鐘 好 那種太好了 好 應該來一集 欸 從哪裡去了 好 最大問題是 我不知道放在哪 等一下 我寫的等一下會給你們看 我寫的等一下會給你們看 我們先把這個demo完 好 那要搶時間 好 這個是 欸 少改一個 這個要取 等一下會用 這個UI就完成了 那 今天不是來探討怎麼寫MagFile 所以MagFile我寫好了 就我建議大家用cmac啦 因為真的比較好用 啊 理由你用過就知道了 好 那這個man我也先寫好了 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怎麼把 剛剛那個UI加到這個 這個裡面 就是 這是kdevelop 就是那個 kde裡面提供的一個 很好用的ide 基本上呢你就繼承那個 Qdialog 這是 Qt裡面的一個 Dialog class 對 蠻進步的齁 點點就有了 然後他就把你伸出了基本的架構 那 那剩下的事情呢 當然是把那個GTK code給他貼過來啊 這個呢就貼在這裡 算了 算了 我還是用我自己的就滿好 這就貼在這邊啊 那 這邊要記得加上 Qoutject 那 這個GTK他們一定不知道這是什麼嘛 所以 所以 這個應該不會用到 這個 有這個就好 那再來就是把剩下再貼過來啊 你看我們一直在做很少貼 你看我們一直在做複製貼上的動作 然後等一下要做搜尋取代的動作 然後就結束了 還有五分鐘 還有五分鐘 五分鐘好謝謝謝謝 那個 因為在class裡面不能夠直接設定數值 沒關係你把它複製到contractor就可以了 欸 沒有方向鍵 好 就這樣 那剩下怎麼辦呢 剩下就是 就是 複製結上 然後把所有你看到GTK這樣都殺掉 然後 那基本上 GTK裡面所有的東西都是一個 都是一個function 那我剛剛講過了 我們的 那些candler是不需要那個 那個send的那個參數 也不需要userdata 那這些東西呢 基本上 他原來都是 原來都是steady function 我只要把它改成class method就可以了 那當然你在這邊有 那就是header要有 我還有時間嗎 沒關係沒時間跟我講 我拿座號出來 然後 然後 那這個就 這個就把它消掉 那已經快樂的做完大部分 那這邊要記得一件事情 就是那個 因為這個程式呢 原本是有用到G6的功能 所以 我們還是要把它improve進來 你也可以把timer部分用GTK完全取代掉 用tude完全取代 但是 我今天沒有home 所以 demo快速的做法 好 那 那這個 GTK button這個 這個 直接改好了 欸 我剛剛忘了一個很重要的 不好意思 就是因為你剛剛那個 那個 你剛剛做那個UI檔案啊 如果你經過compile之後呢 它會產生一個 它會產生一個header 那這個header裡面 它會幫你定一個class 這個class就是有它那個 產生出來的code 所以 你把這個加在這裡的話 你就可以快速的把你的UI生出來 好 再給我兩分鐘就可以了 欸 欸 不會動 其實本來應該有自動完成啦 但是因為 可能 剛剛不知道有什麼問題 所以現在 好 所以這個部分已經完成了 那 剩下的部分就是把那個 無料的這個取代掉 兩個命名的方式不太一樣 一個是很喜歡用底線 另外一個是喜歡用Java 那個Style 好 快要接近完成了 那 這個 最後compile喔 我就見真章 通常第一次都不會動啦 你知道嗎 好 這個來不行 交過 交過好 好 這個部分也完成了 好 最後就處理這個邪惡的這個g pointer的東西 那 那這個地方要記得一個小技巧 就是 這邊要記得把this傳進去 這樣我們等一下才會有何用 好 那 這個也把它變成 這個也把它變成class function class method 對 但是要注意的是這個其實是一個static function 所以 所以它並沒有this pointer 把它剪貼到這裡之後 就是把它改個static就可以了 欸 對啊 重複了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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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分 好 好 至少讓我compile一次啦 好 然後最後的地方就是這裡 就是 因為你這裡沒有this pointer 但是我們把它從user data傳進來 所以 沒有this 那用這個好 學拍照 好 好 好 然後最後的 好 來吧 欸 哈哈哈哈 等一下 等一下 喔 忘記了 忘記了 喂 今天到了啦 喔 喔 喔 可以再給我30秒 可以再給我30秒嗎 可以再給我30秒嗎 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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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感謝Pank的贊助 喔喔 這個少了一個 好 欸 這個 欸 好 到底幫你一次 喔 這個打錯指 打錯指 好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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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萬不要坐山燈 喔 這個 好 最後一個地方 這個秀完美 這個秀完美 可以可以可以 這次一定可以 這次不可以 就請Maker幫我秀 欸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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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了一個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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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一個步驟就可以了 欸 因為我沒有跟他說這些是START 所以他不知道 對對對 對對對 Q的其實沒有那麼聰明啊 就是你還是要跟他講哪幾個START 這樣子 謝謝大家 薪不公熱 嗪不出名 嚇得 封 sans 被扒 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